比較不會去點它的原因是因為它有大腸 紅燈熱量第一區就是這個大腸臭臭鍋です啦 老實說啊這個臭臭鍋的湯底啊 其實除了這個高湯底之外 它還要再加沙茶醬 那有些店家可能加一匙沙茶醬 沙茶醬一匙大概一百多大卡囉 熱量是一個重點之外 主要是因為它油脂含量很高 大家比較注意的就是它的湯底有沙茶醬 所以它的湯底熱量大概有300大卡 那它的料裡面呢 因為有一些大腸屬於高脂肪的一些部位 它的料大概會有514大卡左右一整鍋 所以整鍋下來的熱量大約就是810大卡啦 臭臭鍋它會臭的主要就是臭豆腐嘛 有看到嗎 這種原型的食物啊 就是因為它油脂蛋白質我覺得蠻好的 但是呢我比較不會去點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有大腸 因為大腸它是屬於內臟類的食物 油脂膏呢還是飽和油脂 就是飽和的脂肪酸 對身體的心血管是比較不好的油 就是屬於內臟的這種飽和脂肪 所以我是沒有那麼愛吃大腸 蟹肉棒酸是魚漿在製成的加工品 它不是用蟹肉下去製成的 熱量大概介於25左右 我覺得以後看到那種比較小的加工品 大概差不多像這樣子的 你就大概算個10大卡左右 但是如果是那種丸類的腳類的 你就大概要抓個25到45不等 甚至如果那種貢丸類比較大顆或有包線的 你可能就要抓到55到65左右 但是我覺得這個小火鍋有比較好的一個地方就是 它的菜很多 你看喔我只要這樣一撈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全部都是高麗菜 喔哇難怪出走了 沒關係這鍋等一下我吃 難怪有豐富的Beta胡蘿蔔素 跟維他命A比較浪費 直接吃 登區熱量第二名 沙茶魚頭鍋 因為像是這個沙茶魚頭鍋 大家可能有聽到關鍵字沙茶 沒錯 它的湯底其實就是用一般的高湯底 再加沙茶醬 有沒有看到它料 超紮實喔 整鍋幾乎看不太到湯 都是料 而且這一整鍋裡面有魚頭嗎 我們來撈一下 有欸 它整鍋真的是非常真材實料欸 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整個料的熱量大概是500大卡 但是它的湯底因為有沙茶 再加上原本基底的湯大概是300大卡 所以這一鍋也有800大卡喔 通常這個豆皮如果是炸的 炸豆皮然後再下去丟到湯底的話 一片大概是95大卡 所以大家要比較注意的是這個豆皮 因為炸豆皮下去它的油脂 也會潛藏到這個湯裡面 熱量第三麻辣鍋 以它的料來說它的熱量是最高的 大概是535大卡 再加上它這個基礎的麻辣湯底的話 大概就有255卡 所以這一整碗呢790大卡左右 重點是這個麻辣鍋的湯不要喝 麻辣鍋就是要喝這個湯啊 這麻辣鍋啊 它除了湯底是用 有些每個店家它們的可能 特殊獨門醬料都不太一樣 但是以這種白元小火鍋的這個麻辣的話 它們可能都有固定的湯底 那就建議大家這個湯底盡量不要喝 因為真的蠻有的 防燈區南瓜鍋 呵呵呵呵呵 有沒有看到這個南瓜鍋 黃澄澄的湯底 其實呢以這個南瓜鍋的湯底來說啊 南瓜它雖然是好的食材沒錯 可是當它越熬煮越久的時候 這個南瓜它就會鬆鬆軟軟的 澱粉質就會釋放到湯裡面 所以有些在控制血糖的人 喝到這個南瓜湯 它可能血糖會飆的比較快 以這鍋南瓜鍋來說好了 它的湯底大概有510大卡 而它的料的部分大概是190大卡 所以兩個加起來這一碗呢 大約是700大卡 那這個南瓜湯底啊 大家會看到這樣子 比較稠稠黃黃的顏色 是因為它們會用南瓜醬 然後再搭一點宜漿 所以裡面其實是有一些 熱量比較高一點的東西 在裡面像是宜漿 或者是醬料類的東西 去調出來的 然後搭配它們的那個高湯底 百元小火鍋的白飯 大概都會是這樣子一碗 這是我剛剛從那個外帶碗裡面 倒出來的 因為為了量那個份量 然後我就拿一般的飯碗 把這個飯倒進去 欸它剛剛好一碗 也就是說這碗的熱量 大約就是280大卡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四份主食啦 一份是70大卡嘛 主食一份是70大卡 如果你要這樣子滿滿一碗 就是四份280大卡 如果你還要配一些澱粉的東西 像是南瓜 放進去 冬粉再放進去 其實它都應該要取代這一碗飯喔 就是你放多少量進去 這個飯就要挖多少出來 這就是我們營養師常說的 代換的概念 所以呢 大家對南瓜鍋的吃 有更了解了嗎 學習代換 然後要控糖的人 湯盡量不要喝 或盡量不要點這一鍋 很多人看到泡菜都會覺得 你剛剛說什麼來著 我最愛吃泡菜鍋 你真的很愛吃泡菜鍋 很多菜應該是很健康的吧 很多人都會覺得 泡菜也是發酵的菜啊 那在搭配裡面本來有的高麗菜 那等於我整鍋都在吃菜 是不是很健康呢 沒錯我先跟大家說 泡菜鍋來說的話 它的料大概是465大卡 然後它的湯底大概只有80大卡 所以它的湯底真的是滿清清淡淡的 就是沒有太多的 有的沒有它就是高湯底 然後配泡菜吃 所以整鍋下來呢 它的熱量大約是545大卡 甚至所有鍋裡面 熱量滿低的選項喔 可是為什麼它放在黃燈區呢 主要就是因為 納含量 因為泡菜它一定是先 醃漬過的一個菜嘛 所以泡菜它比較鹹 放到這個湯裡面 整鍋的熱量雖然不高 可是它的納含量是很高的喔 納含量堆積在身體裡面 身體就會滯留水分 所以這時候你身體水沒有被排掉 它就比較容易水腫 所以這個是吃納含量高的鍋 要比較注意的地方 並不是說不能吃喔 就是你可以盡量不要喝糖 這是第一 如果你真的愛喝糖的話 就建議你搭配一些可以消水腫的水 比方說黑豆茶 紅豆水 或者是玉米麗茶 這種含量比較高的東西 那這個含量比較高的東西 它就可以帶走你身上的鈉含量 讓你水分不要滯留在身上 因為我們身體有一種 流甲排鈉的機制 當你夾進來了 它的鈉就會排出去 所以這也是一個辦法 因為我自己是 很愛泡菜鍋的 很偏心我很愛泡菜鍋 終於到綠燈區了 綠燈區就是海鮮豆腐鍋 沒錯 你們看它的湯 真的是清清淡淡的 因為它就是高湯底 而且通常這種高湯底 他們要甜要好喝 喝完之後不太會覺得口渴 他都要用蒸的蔬菜下去熬 所以大家可以去衡量 就是當你吃完火鍋之後 或吃完那個鍋之後 你會不會容易嘴乾 口乾 舌燥 或者有些人會容易皮膚敏感 等等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可能你適合或不適合 你看它這個湯非常的乾淨 它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高湯底 再來為什麼會推是因為你們看它的豆腐 他們的豆腐 是不是 就是營養師最矮的原型食物 它就是黃豆做成的 而且豆腐是我們說的優質蛋白質 所以像現代人加工品吃太多了 其實就是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優質蛋白質 去補充我們身體的營養 以這個蝦來說 它就是低脂肪的海鮮 建議說平常你大魚大肉吃多人 就可以吃一些低脂肪的海鮮 來去取代你那些高飽和脂肪酸的肉品 小火鍋裡面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這種 這種對不對 其實我到現場吃的話會換掉這些東西 但是我外帶的話就沒辦法換 因為他們為了講求速度快 那我可能就夾到別人的飯 或者是我不會吃 但是我不會吃不代表會丟掉 因為我們家還是有人會把它吃光 你也知道營養師的家人 不一定都會聽營養師的話 但營養師自己是非常愛自己的 或你是想要增肌減脂的人 想要控糖的人 不想要太肥胖 不想要被外食荼毒的人 你就可以選擇像這樣子 湯頭比較清淡 然後料也比較低脂肪的選項 但是我們要去換鏡頭 我們在這個中間 已經很快來到雲尾 已經很快了 其實我們要去把茄子不管 Sea